欢迎唐宇哲 哇 唐宇哲好久不见 来来来 我们请到这个台上 先和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先打声招呼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唐宇哲 然后 我也很久不见很久不见 好 那既然这么久不见的话 我们先让媒体朋友们拍照拍一轮好了 我帮你拿麦克风 好 谢谢 好 先看一下我们的现场媒体朋友们 从右手边开始好了 谢谢 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比较多 从右下方这边 谢谢 然后再帮我们慢慢移到右前方 好 再看到中间 中间下方是我们的平面媒体朋友 然后再帮我们看一下中间后方呢 是我们电视媒体 然后再帮我们把视线慢慢的移到左手边 谢谢 左下角 好 右手边往后再换到我们的左手边 我们左手边还没有拍到 好 谢谢 好 没关系 我们从中间慢慢的开始扫过来 好 再慢慢的从这个目光移到中间前方 然后再移到左手边 谢谢 好 都有拍到吗 我们再换一下 再换一个pose 是不是 好 从右边开始再来一次 还有一个手势的pose 是不是 好 小心 小心 我们那个背板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从右手边开始扫一轮 然后到中间前方 正中间 都有拍到吗 左手边帮我们看一下下 左手边刚刚可以比较 没有拍到 没有拍到 好 都有拍到吗 好 谢谢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这个粉丝朋友们都等待很久了 今天终于要在这个下午三点 这个场地呢 要和我们这个好久以来 因为其实之前都一直在外地工作嘛 那这个见面会呢 也其实 或生日会呢 其实都是在跟外地的粉丝见面 那这次终于回到台湾 心情有怎么样 跟这个粉丝朋友们见面的一个心情 呃 其实生日会真的在台北已经隔了 可能那天七八年有了吧 七八年 就真的很久 所以 这次其实有一点紧张 然后加上 还有发布新歌的关系 然后因为这个新歌 也算是努力了很久 因为虽然这几年都拍戏 但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写很多的 呃 很多的歌 就是我累积了一些曲库这样子 所以 呃 终于想今年好好地重新 回归一下 也算歌手的身份这样子 对 因为拍戏太久了 其实还是很热爱音乐 所以就 也在今天发布新歌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更格外地紧张 可能前一阵子有很多活动出席 但是都是因为戏啊 见面会 是以演员的身份 那今天比较像是 呃 一个 回到歌手的身份这样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 小雀跃的 对 欸 不过现在是这样说一说 你从这个戏剧 然后还要从百忙之中 累积创作 然后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音乐作品 那这样子的话 生日好像都没有过到欸 下个礼拜三是你的生日 有没有已经 对对对对 餐厅先定起来 朋友约起来 其实礼拜 对对对对 真正生日是下礼拜三啦 因为是平常日 所以就提前到周末 对 但因为 也是因为刚好这两天 我的剧组让我休息 对 所以下礼拜三 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 这样子 所以生日我想应该就是在工作 然后 顶多在工作中跟大家一起小小庆祝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哎呀 真的是很辛苦的啦 但当然刚刚其实有特别提到了 在今天8月29号星期六呢 还要和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就是唐宇哲呢 终于有两首歌的这个新歌 在今天数位上架 包括了《算了吧》 还有《DOWN》这两首歌曲 那当然其实这两首歌曲 我相信媒体朋友们刚刚稍早来之前 其实现场不断地在播放 就这两首 而且两首曲风师截然不同 不如我们现场就一起来先欣赏一下这两首MV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透过这个大萤幕来看一下 今天这两支这个媒体朋友们 好好聊一下这一次两首歌曲的这个创作 还有合作过程 好的 我们刚从这个MV的先后顺序来看 好了 因为其实第一首歌曲叫做《算了吧》 然后走的是有一点这种 男人好像比较 男人也是会受伤的 然后有时候对于感情的这种 伤痛是比较不太会宣泄 我觉得可以透过歌曲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刚刚说《算了吧》这一首歌 也中间看到这个 还有小春一起合作 然后跟大家聊一下这一首歌曲是 怎么样子的一个诞生 然后跟小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缘认识 而有机会合作呢 其实这个算了吧 就是 对我自己写的歌嘛 然后我其实就是比较想要一种 呐喊宣泄的感觉 就是一些心里的情绪 然后包括我自己心里的一些感觉跟故事这样 才把它写成一首歌 然后至于跟小春的部分 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很强烈的节奏 然后比较重的摇滚嘛 那其实我就在想要找一个 呃 饶舌歌手的话 势必也要找一个比较 声音也好 然后 呃 感觉也好 都要更个性或者是比较 呃 有一点 凶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跟我的冲突也比较大一点 对 然后其实就想到 找小春嘛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是 呃 先认识 一起 喝酒认识的朋友 然后就聊音乐 然后其实聊一聊 发现其实 诶 对音乐有蛮多想法 其实也是蛮 蛮共同的 所以就直接想到 就当下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后来 在想这个 饶舌的部分的时候 就直接查了讯息 就聊了起来 然后我就马上把这个demo丢给他听 然后 他也觉得很喜欢 觉得 诶 蛮酷的 可以来合作一下 然后他也就 把这个 他的部分写出来这样子 所以这首歌的诞生是 本身是先从 有这个词 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把这个词先 先写出来了之后 然后才有这个曲吗 还是 其实这首歌的词曲 有一点算是 嗯 应该算同时吧 因为我在写这个旋律的时候 其实就 一边在写这个旋律的时候 其实这个 词想表达的态度 就已经在脑海里面 然后就 一边往这个方向去把旋律先写完之后 再把词去自己去填进去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用一种摇滚的方式 摇滚的曲风 来表达这首歌 对 因为其实我自己 也蛮喜欢摇滚 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hiphop 就是饒舌的部分 但所以我就觉得 写歌嘛 不要太局限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就也想尝试一下这种 比较强烈的感觉 对 但饒舌的部分 特别找来小春 而且我看到这个MV里面 你们好像有在 当中有一起开着一个 很像是复古的车是什么 对对对 开车不是跟小春啦 你们都是一个女生 我就说小春跟小春这个MV里面 对对对对 刚那个画面比较看不清楚这样子 对就是 有一个其实也是在 一个比较复古的车子吧 其实挺难开的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还差点 因为是大半夜 就是 蛮危险的 还差点有撞山的这个 就是差一点点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暗 然后在那种山路 好像我记得是在 瑞芳基隆 瑞芳 就是那种很外面的山路这样子 然后大半夜嘛 没车 然后那个车子又手排 对对 很久没有开过手排车了 所以那时候开 其实自己蛮紧张 然后车上 除了我就算了 还载着一个 就是女主角这样子 所以压力 然后同时还要顾着前面的敬畏 就是前面有一台拍摄车 对 其实特别危险 那个时候 真的有一度差一点 要就是熄火没有反应 然后差点就撞山这样子 很可怕 所以特别为了这个老车 所以还要这区好好熟悉一下手排 对对对 没有我们决定下一个MV 用超跑就好 哈哈哈 手排车先一次就好 对对对 本来想说 是不是唐宇就特别喜欢这个老车 所以在MV当中 还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对是喜欢是喜欢 喜欢这种复古 有点味道的东西 但其实危险性也蛮高的 其实可能是我手排的技术 不是很好这样 所以我觉得先尝试一次好了 对对对 下一次我们换 换别的 不错不错 至少在MV中有尝试过 刚刚听到那个 我们这个特别讨论的这个 有关于跟小春的这个合作 然后还有创作呢 就是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叫做算了吧 后来看到了这个第二首的MV 其实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曲风是非常的不同的 好像是听说 你们自己本身也喜欢一些 带点电气音乐的这种曲风 也有点电子的 对对对 创作的那个Range很广 就是 但这首歌其实是 除了我自己以外 我还跟一个韩国的团队 一起合作去创作出这首歌 然后 所以这次的风格 其实就会跟第一首歌是 比较大的差异 但其实都是我自己 喜欢的东西 想要呈现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不要去太局限 一个 一个风格 我觉得应该去尝试多一些 只要是好听的东西 我都想要去尝试 然后给大家这样子 所以这首歌也是因为 这个曲风的关系 又尝试了一下舞蹈的部分 因为其实 我很久 我很久没有在MV里面跳舞了 上一次跳舞可能是很久 很久很久以前 对 但其实我还是喜欢跳舞这件事情 跟音乐一样 所以这次在这个DOWN 的歌里面 就觉得应该要 重新来尝试一下舞蹈的部分 对 但我刚刚这个MV里面 好像还不够精彩耶 想说如果 之后如果有发表新歌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多加强一些这个 舞蹈的部分 让我们的粉丝们可以更开心 对对对 因为这次其实只是生日会 就也希望之后 因为这等于算是我 其实我这几年都有发表音乐作品 但比较 但几乎都是跟戏剧一起的插曲啊 主题曲 OST这样子 所以比较不是 属于个人的音乐作品 所以这等于算是 这几年来重新做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 也都是自己写的 所以希望再累积个 几首之后 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这两首 其实接下来就慢慢的发布 慢慢的发布 一首一首单曲这样子 那累积到一定数量 你就会想要再 开个音乐会啊 小学兴力演唱会 先重新慢慢 跟大家一起 见面 一起唱歌跳舞这样 不过刚刚这样一说的话 感觉上 你说会陆陆续续之后 会有一些单曲的话 我想一想 专辑 如果是上一张专辑 2011年发行 那一张还算是精选集吧 就是开往明天的旅行 然后这样算一下 已经九年了耶 快十年了 今年会不会有专辑问世呢 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先 一首一首的单曲发布 然后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再结合成专辑这样子 因为我们觉得 累积到所有的专辑再出来 其实我们有点 我自己有点迫不及待 然后加上现在的数位时代 我希望就是 有好的歌 做好的音乐 就可以赶快先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并不急于说要 等待整个完整的专辑 我反而想要更快的 给大家听到新的歌 不过这样子工作又要忙于 戏剧又要忙于唱歌创作 后来忙不过来 其实不会 因为创作通常都是在晚上 深夜我自己 就是比较属于一个人安静舒服 像之前比如说如果常都在拍戏 就是晚上在饭店一个人 然后说真的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 我就是能写歌 如果隔天不用那么早起的话 我就可以写写词 写写曲这样子 那比如说像这个拍戏的空档 有时候就会称一些等性的时候 但通常旋律都是在晚上 半夜的时候差不多 但词的话有时候 就是拍戏空档也会 甜甜词啊 像一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倒还好 我蛮喜欢这种充实的感觉 被塞满的这种时间 这样子说起来你除了睡觉时间之外 你几乎都在工作 人家这个戏剧的休息时间 是休息 你还要再突然 有个灵感 有个创作人 我忙把他写下来 回到家晚上就好好放松了 结果你又突然 这个灵感来了 又要干嘛把他写歌写下来 几乎是没有时间 24小时的上班 但其实对我来说 写歌有时候是一种放松的事情 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去写出一个旋律也好 或者是去整个晚上就在音乐的陪伴里面 其实蛮好的 我蛮享受这种 可能也是劳入命的关系 就自己其实蛮享受这种过程 并不会觉得好像特别辛苦 或者是想抱怨这样 不过这样蛮好的 就是工作跟这个生活结合在一起 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累 或者是没有这么的辛苦 那既然这个单曲之后 会一一的发表 我相信粉丝朋友们是最开心的 但是今天这个即将要见面的这个 好久不见生日会 也要跟我们的台湾朋友们 像我们的所有的viki朋友们透露一下 今天这个同乐会当中 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桥段 或者是什么样的惊喜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呢 其实今天反而 这一次的生日会 其实反而特别 也是会有点担心 因为毕竟还算是疫情的期间 所以其实这一方面 我们会特别做好一些把关 包括消毒 包括口罩 然后甚至 比较可惜的是以往生日会 会有很多跟我的粉丝朋友们 一起互动的东西 但今年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是怕太多 太多大家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 所以今年会想一些 比较有点距离感的游戏 有带一点距离感的方式 但是又有点 比较好笑的感觉 就是希望大家虽然在疫情期间 可能不能有太多靠近的接触 但还是可以玩得很尽心这样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了 因为毕竟现在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还是要做好防疫工作 那也希望今天 也就是待会儿三点钟 我们在这边举办的 好久无戒生日会 唐宇志也可以好好的 和我们台湾的所有的粉丝们 一起来同乐 那今天呢 我们这边记者会先到这边 我们也要准备同时开放这个 媒体拍照 还有这个媒体电子联访 宇哲先生 手上的麦可 这个吗 对 怕知道你的理由 喔 哈啰哈啰 声音可以吗 OK 谢谢 宇哲先聊一下 很久没有你歌手的身份在台湾跟大家见 对 对 其实这几个月是演员的身份 因为在拍这个新的电视剧 然后也播出 其实这两个月陆陆续续 都很多见面会 但对我来说是演员的身份跟心态 去跟大家玩啊 或者是见面 就没有太大的给自己的压力 但其实今天算是新歌的上线跟发布会 就等于是 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以歌手的身份 今天自己在家一秒切换 出门前告诉自己说 我今天是歌手喔 就是 不是演员这样子 因为对我来说 歌手是更代表 个人 更像我自己 然后音乐也是我更想 表达的话 想说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 内心难免还是会 还是会紧张啦 就是说 这么久没有音乐作品 而且这一次几乎都是我自己的 创作的关系 就会更紧张说 大家会不会喜欢啊 或者是 对于我的一些改变 能不能接受 这样子 生日会就是秒杀 然后看到非常多粉丝 来 有没有想到 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这个也是特别 感谢 真的是感谢 因为 我很久没有在台湾办生日会 就在台北办生日会 所以 我真的是很容易紧张的人 就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很紧张 大小事我都很紧张 这样子 哎呀 这么久没有见面 就是 诶 票会不会卖得好咧 结果 就是开麦秒杀 其实当然我们 这一次我想走的路线 也不是特别大 其实喜欢 想要这种比较 拥挤 温馨大家在一起 近距离的感觉 但还是特别感谢 就是大家的 大家的支持这样子 其实蛮 蛮惊喜的 对我来说 那有说自己改变很多 改变的时候 改变很多啊 比如说 就 音乐的部分 一个一个好 比如说音乐的部分 也改变很多 因为 音乐我更 勇敢地去表达出 自己想要说的话 跟创作 因为之前 发专辑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 虽然自己有写歌 但是会比较 不敢去 呃 表达出 真正自己想要 说的 或者是想要做的音乐 那其实这一次就觉得 既然隔了这么久 要重新做音乐 就应该要 呃 做一些 真正 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后也是自己想要 跟大家 说的话 然后想要给大家听到 属于 我自己 所创作的音乐 这样子 这个是音乐的部分 那其实个性也是啊 就是会比较 呃 沉稳一点吧 就是 对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 你以前有不沉稳吗 没有没有 也不是不沉稳 但是以前呢 就比较 心浮气躁 然后处理事情的态度 或看事情的态度 比较 不会这么 淡定吧 比较容易 情绪上的起伏很大 就是好或不好 喜欢或不喜欢 但现在都 不管看什么 其实都有一种 处之泰然的 一种境界 对 我相信这跟年纪 没有关系 这主要纯粹就是一个 人生的历练这样子 对 所以 还是蛮 蛮不错的啦 就现在变成 呃 心情啊 情绪 呃 没事 对不起 想说被拉了一下 对 就是都会比较 平 平静 平淡 对 这感觉好像还蛮幽默 很逗趣的感觉 谁我吗 对对 其实今天还算有点紧张 不然平常我会更幽默 就是会 放得更开这样子 对今天已经算是 因为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有点 紧张 而且又是自己的音乐 对 可能我等下生日会 就会更放松 就会跟粉丝朋友 亂玩 在一些唱跳的部分 对 唱跳歌手 对 唱跳歌手 对 这次其实重新 有舞蹈的部分 其实是我自己 也算是我自己要求的 因为 其实当我这首歌 其实可跳 可不跳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找了舞蹈老师 聊了一下 就希望说 还是有一些舞蹈的部分 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 我曾经也是一个 唱跳歌手 这样子 对 然后 对我自己 虽然舞蹈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 我还是很努力的 因为我喜欢嘛 不管是音乐 或者是舞蹈 我都很喜欢 所以 还是很努力的 排练了 其实排练了真的 光排练就一个多月 然后才去拍MV 这样子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在MV里面 看到 一些 我的 努力 给我一些 鼓励 刚才讲到幽默 其实青春每在怕里面 有很多桥段都超好笑 你自己最喜欢哪个桥段 我自己喔 你会经历汤 还是看讯息 点点点的 我自己 对 对像我昨天在跟 就是电视台的 欸 手一直不小心会想上来 就是昨天自己在跟电视台一些 高层们 就是聊天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觉得 这一次的 演出跟以前 比较不一样啦 以前可能比较像 高富帅一点 然后比较 冷的感觉 但这一次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次反正也不是演一个 高富帅 其实是一个作家 那我觉得就可以放更多 嗯 一些 对啊 幽默搞笑的成分 但我都 我的其实都不是那种 很大动作的搞笑 或者是 真的很夸张 那种 其实是一些小表情 小动作 就是我自己 也觉得我应该比较适合 这样子的 方式 如果我这种大动作的搞笑 我想大家看的可能也很尴尬 所以你是没有偶包的 偶包喔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没有啦 现在我觉得我没有 但我觉得 嗯 以前可能难免会有一点 因为 但我觉得那可能也不见得算是 偶包的成分那么高 因为 可能 以前比较 还不太懂得 那么懂得应对 所有的事情 然后 更容易紧张 好我就真的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所以我常常就会 在台上一紧张 可能就没有表情 或者是 呃 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 很安静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那好像是 偶包很重 但现在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 就还好 我们现在反而是用享受的心态去做 每一件事情 那其实用这种心态去做的话 就没有什么偶不偶包 就我觉得什么都OK 就像他们问我 生日会想要玩什么 也没有什么禁忌 我也觉得没有 都OK 或不会怕什么 也都OK 就反正我觉得 现在的我反而更想要去拓展 呃 每一个经验 每一个遇到的事情 不想太局限自己 这样子 那这次有听到粉丝说 觉得你的口音有点不太一样 嗯 这个其实我自己 也有发现 因为真的 毕竟过去几年 可能在内地拍戏比较多 所以 也让自己 因为我以前讲话 真的比较不清楚 就是也很含糊 所以这几年就是 一边拍戏的时候 有努力的 把自己的普通话练好 然后 因为 也是要收音嘛 所以就会 讲的特别 嗯 标准一点 但我发现 回来拍戏的时候 刚播出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自己演 我可能没有太大的 感觉 因为 我已经习惯了 但就很多网友们 就会开始 提点我 对 提醒我 就是说 这个口音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说好像 真的 不太一样 然后我又开始去做 调整这样子 就是 像今天应该就 没有什么吧 对不对 对 没有什么 就是很努力的 调整一下 口音的部分 然后 在戏里面 最近也是得到了 网友的认同 就很开 那讲到戏啊 就是最近在拍 我的青春没在拍 对 然后好像看你前一天 发那个 生日会的消息 有一些同剧的 演员好朋友 都留言说会来 嗯 他们是真的会来吗 还是说说而已 没有 其实他们真的是 很想来 就每一个人到昨天 可是因为 我们是那个 安党的戏 然后 今天的颁表 因为今天的颁表 是 昨天前天才出来 他们其实都在等 就很不幸的 今天颁表 好像只有我放假 因为我这个是 先请了在假 嗯 所以我不拍 其他人就得 就得拍这样 而且我们也有外景 棚内 两个不同的组 对 所以 看有哪一个是可以溜出来 或者是什么的 惊喜的这样 对 或者拍一个剧组代表 这样子 就最后导演来 哈哈 就 开机自己录 你有预计下半年 就是把重金多放一些 在台湾 你有戏有戏 下半年 其实光这个戏 我们就会拍到 10月 11月 其实就已经 下半年就结束了 然后播也是 可能播到 11月 对 那下半年 其实除了拍戏之外 我会 另外一半的心力 还是在写歌上面 因为今天两首歌嘛 那希望更快的 有第三个单曲出来 因为公司每天都在催我的 歌 都说我欠他们音乐 这样子 因为拍戏有 真的拖了一点点 进度 所以其实下半年 除了拍戏对我来说 就是 更多在 写歌 就是创作上面 生日愿望啊 第一个愿望 真的不免俗的 就是希望 这两首歌 可以受到欢迎 就是 大家的点击率啊 播放 可以 可以很高 就是希望大家喜欢 因为 创作嘛 还有歌手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 希望 自己的音乐 可以受到喜爱 其实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别的想法 就是这样 那第二个愿望 其实就是 嗯 那我想一下 现在已经直接进入 许愿的环节了是不是 好突然 生日快到了 生日快到了 对 预想一下 第二个愿望 其实 预想台歌廉 对对 希望 也是可以有好的归宿啦 这样子 因为好的归 为什么笑 归宿很奇怪吗 欸 归宿是女生 女生在找 对对对 不是归宿 不是归宿 就还是希望有一个 好的伴侣啦 对对对 归宿也可以吧 男生也需要归宿啊 对啊 因为现在 大家都很爱笑 很快突然po一个 什么我结婚了 然后干嘛 会不会 其实这种事情很难讲 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 蛮 浪漫主义的人 就是我会觉得 我不喜欢那种 按部就班 或者是 要全部很有计划说 我们 交往多久 几年干嘛 我反而是一个 感觉来了 可能就会 很冲动的那种人 也有可能 有可能啊 我觉得这种是 在我身上是 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本来就 喜欢这种浪漫的举动 其实我从小时候啊 就是都在想说 要怎么结婚 想了很多各种的方式跟花招啊 对 不然就两个人 飞出国去找个小教堂 也很浪漫 没有人 就各种 所以应该不会直接跟我们讲说 当爸的吧 应该 嗯 欸 很难讲喔 就是没有啦 不是啦 开玩笑了 就是 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太多 因为我发现喔 如果现在我说不会 就万一之后不小心的话 这段影片就会被拿出来说 啪啪啪打自己的脸这样 所以 凡事皆有可能 最近跟豆花在那个 系里面也是蛮浪漫的 嗯 那他刚好 最近也是有出新歌 对对对 没有机会考虑之后 跟他 来一个情歌的合作 因为你们这个CD 最近真的蛮受欢的 有 其实都有聊 因为像我最近 呃 昨天还是前天 我在系里 我还有一首新歌是 新系的插曲 然后前天刚出来这样子 然后他听到其实就有抱怨说 为什么 这个合唱的对象不是我 对啊 对他觉得 我就说 但没办法 刚开拍我跟你就不熟了 我也不好意思邀请 但因为现在真的是很熟了 就可以 开这种玩笑 然后没有说 之后一定要找别的机会 再合作 除了系 对 因为他其实唱歌也很好听 其实我也蛮 蛮惊讶的 就是喔 原来你唱歌这么好听这样子 然后 对 怎么了吗 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 对不会啦 但他唱歌真的很好听 就希望 之后来 合唱一下其实也是可以 所以有预计正规专辑 大概什么时候会出什么 正规专辑的时间 其实还没有 其实说真的 本来预计是 就是今年底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拖了 拖了很久 这件事情延后了很久 然后拍戏 加上现在也有拍戏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 也是明年吧 会累积到 单曲先累积到一定的数量 然后再加上新歌 一起做一个完整的专辑 对 差不多了吗 好 谢谢